這就是灰熊山谷教你那個車櫃 大家看到嗎?基本上自應禮都放上去之後 接著我們是真的有些藝術家過來 慢慢地跳合出來的石紋 所以是很逼真的 藝術旗兵大本營相關就是我們樂園裡亞洲導遊的園區 其他兩個灰熊山谷和迷喜莊園都會是世界導遊的灰熊體區 在面積上就會比我們現在這個樂園的面積大 百分之十三 所以差不多是大了四分之一 也都可以看到我們今次放進去的項目 也都是一些我們所謂這個高能量和大規模的項目 這些項目加進去之後 就對於我們現在可以接待那個人樓的人數是會增加很多